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哎呦 愣不老洋楼 你舔着人不老洋楼 你不乖活吗 跟你了说说 我的快乐生活 我为了赚钱马火我都敢过 虽然住着小洋楼 但是房子挺破 我有一张信用卡 钱还上八块多 虽然说有钱能使鬼推磨 可钱多了那美资就是在活 为了赚钱犯法的事别做 成功的人一定都付出很多 发财了年了 赔了钱别难过 长延到人一生 总不能为钱财活着 马上得往开出巷啊 直送着长乐 这就是我的快乐生活 我的快乐生活 妈 钱不钱的 乐哈乐哈得了 各位来宾 各位朋友 请坐坐 我们的拍卖会 马上开始 做好准备啊 等等咱们 我们再来看看 大家找个人 我们可以看 我们上个人 而是 我们上下轮 再来 我不想 这就是 我们上边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见了吗 刚才过去的 那就是马氏集团未来的接班人哪 没看见 骂接班人比您差圆了 阿岳 一会儿拍卖的时候 你负责喊价啊 我喊价 没问题 憋得不敢吹 寒价绝对没问题 红颜 我问一下 一会儿我寒价 怎么个寒法呢 你只要记住 我们的底线是三个亿就行了 没问题 三个亿 对 保在我身上 阿岳 你一定记住了啊 咱们的底价是三个亿 是 我记住了 咱是三十个亿 对吧 三个亿 三个亿 对对 三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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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们 先生们请安静 我们的拍卖会现在开始 今天我们要拍卖的 是位于洪桥区的一块工业用地 关于这块土地的情况 想必大家已经了解过了 位置皆家 交通便利 绝对是投资者的最佳选择 竞拍的底价是一亿元人民币 现在竞价正式开始 开始吧 三个亿 三个亿 真没想到 别回头 注意粉朵 六十六号一下报道了三个亿 真出不起了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 应该是胡氏集团一碗 谁让你上来就喊三个亿的 洪桥区说咱底价是三个亿吗 底价是三个亿 就是说最高是三个亿 你怎么一下就喊到头呢 不好意思了 现在怎么办呢 咱还能改吗 不能改 我洪桥区人上来做事说一半的 否则就让人家消化了 乔子兄弟什么意思啊 怎么上来就喊三个亿 那应该喊多少啊 喊五个亿对吗 不能这么喊 哪能从高处往低处喊 应该是从低处往高处喊 那这么说 乔子个根本就不懂呗 可以这么说 他这人就这样 我不懂撞动 洪桥区 要不咱俩回去吧 别看了 怎么你不想看 不想看了 没劲 还不记得回去咱卖货去了 那好吧 我们走 马下两天走了 骂马先生 杨先生 我 好 现在是三个亿 现在问一下 还有没有加价呢 有没有 没想到红薄金 那一切子就喊到了三个亿 那我们怎么办 咱给他加一个数 明白了 四个亿 四个亿 八十八号报价四个亿 真是太出乎大家的意料了 不许是马氏集团 现在是四个亿 你不说假个输了 还有没有加价呢 还有 我身上你假意浅乱 那是怎么办 能改吗 不能改 对吗 我们马氏集团从来输一不二 不能叫别人看过我们的笑话 是 四个亿 再给加价 还有四个亿 红总 咱还价钱吗 算了吧 四个亿太高了 再拼下去 我怕是没有办法收场了 现在是四个亿 还有没有加价的 现在是四个亿 没有加价的 没没加价 五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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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后边看到了 七十七号 五个亿 还有啥 终于讽动 看完手子 刚才喊五亿的是个外国 外国人也来参加拍卖会了 来者不善 真是太有货币 太有实力了 我们确实有了这一位 我觉得这也要对我们的 没有加价 谁问是谁啊 居然抽下五个亿 再加五个亿 再加 那我们到底是吧 五个亿 五亿第一次 再还加 绝不能再加了 五亿第二次 看来这块地 跟我们无缘了 五个亿最后一次 这次 七十七号成就 洪先生 我已经查到了 拍下那块地的是一家国外的公司 这是他们公司的资料 科尔公司 他们是做什么的 资料显示这是一家投资公司 哎 费用的 不费用的 保护 血管 这个是 这是一家投资公司 我们都在这家投资公司 有关 这些人 这个是 我们都在这家投资公司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说他们拍下那块地就是为了要建自己的酒厂 那跟我们红氏集团有什么关系呢 他说当然有关系 他们非常愿意和我们公司合作 当然所有的资金都是他们来出 所有的设备也都是他们提供 如果我们愿意合作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酒收益的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 好像是无分之一吧 赵叔 晋叔 这个项目合作没问题 关键是有骂条件的 他们说什么都不用我们做 骂都不用我们做 不可能吧 中国有句老话没有免费的屋菜 那他这里肯定有猫腻啊 没错 他们确实有目的 他们有骂目的 他们知道我们马氏集团在行业中的影响力 他们提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条件 骂条件 他要我们马氏集团的制酒秘法 制酒秘法 看来这个科尔公司真的是来者不善 洪先生 那您说我们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呢 尤总监 你的意见呢 我 我的意见就是 我觉得吧 这个事吧 我想 好 算了 我觉得有点累了 咱们明天开会的时候再说吧 对对对 明天再说吧 说实话 根据我朵年的赏场景宴 我认为这绝对是个好机会 好机会 没错 你想想啊 那活不用干 白分这么多钱 这不乌本万利的好事吗 你真的认为这是好事啊 好事啊 绝对是好事 好事啊 绝对是好事 只要这件事情合作成功了 咱们公司的业绩 肯定能迅速上升 这样 你的任务就能轻而易举地完成了 嗯 有道理 所以明天的董事会 你一定要表明态度 强烈支持与科尔公司的合作 明白 来 红先生 您找我 啊 晓云 坐坐坐 晓云哪 你觉得 你觉得 科尔公司给我们开出的这个合作条件 怎么样 我们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我认为我们不能答应 为什么 为什么 红先生 您不是常跟我们说吗 酒方是我们造酒人的灵魂 为了利益 把酒方卖给别人 那不等于是出卖自己的灵魂吗 说得好 你和我想到一块去了 晓云 我没有看错人啊 好 嗯 谢谢红先生 不过 刚才我跟新来的邮总监聊了一下 他好像对这次的合作非常赞同 真的吗 真的 他亲口告诉我的 他怎么能这样想呢 也许 他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优秀吧 也许这个人还有些浅薄啊 我回来了 回来就回来吧 这么大东西敢骂呀 不敢骂 引起你们的重视 你俩敢骂呢 我们俩对账呢 昨天你俩怎么回事 带你们去看排卖会 怎么不搭照会就走了 看见了 看见没劲 怎么没劲啊 看见我举牌了吗 看见了 有风度 没风度 笑嗓呢 不笑嗓 崇拜嘛 不崇拜 骂都不懂 哎 条子兄弟 昨天那拍卖结果怎么样 嗯 骂怎么样 称教了吧 那祝贺你啊 祝贺我干嘛 又不是我们公司称教了 什么意思 别提了 那块地 最后让一外国公司 给抢袍了 那可太遗憾了 遗憾嘛 这是好事 怎么会是好事呢 那外国公司 要跟我们公司合作 他们出现建球场 我们一分不讨 百拿百分之二十的利润 有这样的好事 不会吧 怎么不会 欠真万劝 对方就没有条件吗 条件倒是有一个 什么条件 说是要我们公司的酒放 酒放 酒放 那哪行啊 怎么不行 酒放是造酒人的灵魂呢 为了利益 把酒放送给别人 那不就等于出卖灵魂吗 没这么严重嘛 怎么会不严重呢 你想想 一个出卖自己灵魂的企业 最后它的结果肯定是走向灭亡 我们中国人怎么能随随便便 把酒放卖给外国人呢 绝不能让外国人用中国人的酒放 赚中国人的钱呢 有道理 江哥 你能把刚才说的话给我写下来吗 干什么 没事 我那个 我学习学习 这么玩的谁啊 走 Vish 既然禁共太阳 早上 compañ那 周叔 靳叔 你们俩想跟我聊吗 那个克尔公司 和咱们公司合作的事 我们两个老头想听听 你是怎么想的 我呀 我是那个 我想什么 那个 那儿老怎么想的 我们两个老头啊 啊 死前想后 这个事情绝对不能干 喂 妈 克尔公司的目的是想要我们的九方 而我们的九方 又是你义父家 祖祖辈辈传下来 你义父就是靠着这个九方 创建的马氏集团 他可是我们马氏集团的命根子 你义父啊 你义父啊 曾经说过 九方是造九人的灵魂 为了利益 就把九方送给别人 这不是等于出卖自己的灵魂 有道理 有道理 你想想 一个出卖自己灵魂的企业 最终结果必然走向灭亡 可我们中国人 怎么能随随便便把我们的九方 卖给外国人呢 让外国人用我们中国人的九方 来赚我们中国人的钱的 没错 说得太对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 是吗 那我们两个老头 可就放心了 各位 今天着急大家来开会 就是想商量一下 关于和科尔公司合作的事 和他们合作的方式 我想大家都已经了解过了 现在 我就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洪先生 昨天我仔细研究了一下 这个合作方式 我觉得他们提出的条件非常好 如果能够和他们合作的话 对于我们洪氏集团来讲 绝对是一件好事 没错 没错 绝对是好事 好事 好事 好 是吗 就是说 你们都同意合作了 洪先生 我同意合作 我也同意 我也同意 尤总监 你的意见呢 我的意见 对 说说你的意见 我 我认为 我认为这件事 严重不靠谱 绝对不能跟他们合作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真正目的 不是要跟我们合作 而是要拿走我们洪氏集团的酒房 我认为 酒房 那是造酒人的灵魂 为了利益 把酒房卖给别人 那就等于是 处卖了自己的灵魂 说下去 你们想想 一个处卖了自己灵魂的体验 它的结果 只能是走向灭亡 而我们中国人的酒房 怎么能随随便便 卖给外国人呢 怎么能让外国人 拿着我们中国人的酒房 来挣我们中国人的钱呢 你气死我了 我认为此处应该有掌声 说得好 说得好 说得太好了 我就说嘛 洪氏集团不可能都是庸才 肯定会有人才的 我气候你 你气死我了 你气死我了 你怎么搞的 怎么搞的 昨天我怎么跟你说的 为什么在董事会上 你说不能跟科尔公司合作 我觉得就不能跟他合作嘛 咱不能把中国酒房 卖给外国人 让外国人赚中国人钱 我觉得这不合适 什么叫不合适 合适不合适 你知道吗 你管他赚不赚钱 现在最关键是我们赚到钱 只有这样 公司的业绩才能上升 只有这样 你才能顺利地继承 马氏集团的遗产 马先生 当初您找我绑帮的时候 您是为了挽救民族企业 现在您要把酒房卖给外国人 您这手法前后自相矛盾 我这不是自相矛盾 我这是委屈求全 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顾全大局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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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说什么都完了 只能想别的办法了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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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会说话吗 反正就是 我听说您在董事会上 果断地拒绝外国公司的诱惑 然后捍卫了咱们马氏集团的利益 马总 好崇拜你啊 没办法了不起 应该的 中国人的酒坊 怎么能随随便便卖给外国人呢 你说得太对了 中国人咱们就应该捍卫中国人的利益 马总 为了支持您 我决定了 从今天开始 我不吃西餐 只吃中餐 今晚有空吗 请你吃中餐 今晚上不行 今晚上有事 要是您只喜欢吃西餐的话 也可以 我请您吃 美灯牢 怎么样 小云啊 刚才游总监的表现很不错 这可跟你告诉我的情况 不太一样 我也没想到 他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呢 小云 你放心 这个游总监虽然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可是他的到来 绝不会影响你在洪市集团的发展 也不会影响你在我们公司的地位 洪总 您误会了 我没有嫉妒那位游先生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用解释了 我理解你 我有件事 想跟你商量一下 什么事 你看 咱们洪市企业 越做越兴旺 可是我天天睡不着觉 你肯定知道 我心里有什么心病 您就想找一位满意的继承人 没错 知我这小云哪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啊 那个马文山他在临终之前 就安排好了接班人 无忧无虑地走了 可是我呢 岁数越来越大 这件事一直没有头绪 我有个想法 想跟你商量商量 您说 我想让你做我的继承人 不行不行 洪先生 我来洪市工作不是为了这些 那是为什么呢 我来就是为了跟您学习 为了能帮助您工作 每次提到这件事 你总是在回避我 我没有回避 我说的都是心里话 那好吧 那我就不再为难你了 既然这样 我心里还有一个人选 你看合适不合适 您说的 不会是那位游先生吧 没错 就是他 我想 让他做我的义子 你看怎么样 易子 洪先生 你 你没开玩笑吧 你看我是像在开玩笑吗 洪先生 说句心里话 通过这一段时间的接触 我觉得这位游先生 做事有点虚 好像没有真本事 不会吧 你看他做的那个策号案 还有设计的商标 不是很好吗 怎么会没有真本事呢 洪总 那些策划案和商标 做得确实不错 但是我真的不敢相信 那么好的设计 是他本人做出来的 我担心 这里面有我们不了解的隐情啊 隐情 不会吧 你可能对这个游总监 有些偏见吧 我倒是觉得 他很有工作能力 对公司也很忠心 通过对科尔公司合作这件事 看得出来 他是一个正直的年轻人啊 他完全可以接任 我们洪氏集团的接班人哪 洪总 你选继承人可是件大事 一定要慎重考虑 我觉得 你要好好考验考验 这位游先生 怎么考验 我有一招 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什么招 美人气 你这怎么着啊 你那美人气 你有没有戏啊 说实话啊 我这什么招我都使了 我每天我就冲着他 我 我就抛妹眼 抛得我眼睛都快抽筋了 他看都不看我一眼 我什么方法我都想了 我就有事没事 我跟他套近乎 然后我就 马总啊 你可不可呀 饿不饿呀 吃不吃水果呀 说得我自己都烦 我都恶心 我都快吐出来了 他根本他就不理我 他没有任何反应 马方先生 你说 马总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 我看你有毛病 你甭赖别人 我看啊 就是你魅力不够 我魅力不够 不可能 我跟你说 我现在魅力十足 其实 我觉得问题就是出在那个 他那助理 高助理身上 他走哪跟哪 走哪跟哪 马方先生 如果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把他身边所有的人都轻走 就我们两个 然后 我施展一下我的魅力 再借助一下酒精的刺激 我肯定能给他拿下 你别看他说得有些邪乎 不过这个方法还真不错 干脆 咱就给他来一个生米煮成熟饭 怎么个生米煮成熟饭呢 这样 今天晚上我在酒店给你开个房 开完房以后呢 你就在房间等着我 等你干什么 等我把马 马月 等把马月灌醉了之后 我再把马月 送到你房间去 对呀 咱趁着他人事不省的时候 直接就把生米煮成熟饭了 对 好 我带你起来 咱们 就把我承讯了 大人 稍蚕 这就把我承讯了 咱就把我承讯了 来 是 那我承讯了 在你上市场 对 我说 但是我回事 我是一个高兴的 你怎么回事 我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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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事 我回事 回事 允小姐 你怎么来了 找我有事啊 对 有事 我刚才和洪先生聊过了 公司刚好有一个新的计划 需要交给你来做 又做计划 怎么 有困难吗 没问题 骂计划随便说 保证完成任务 这样 这次这个计划有点复杂 你晚上到酒店来找我聊吧 酒店 谢谢你 这么早 我这样子 你来过来 你走 我可能给你 来 对 我 我不能 你 那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哥 正找你了 二弟 什么事 周叔找你有急事 让你去车间去一趟 是吗 我刚从车间回来 马先生 那您赶紧去吧 对了 高助理 周叔特意交代了 让你跟人一起过去 我也去了 可能是找你们俩有重要的事要商量 那周叔叫阿岳去了吗 叫了 阿岳都过去了 到底什么事 这我就不知道了 你们去了不就知道了 那好吧 咱们走 好的 走 走 走 吃饭啊 是啊 哦 大哥和高助理啊出去办事了 他们特意嘱咐我安排你吃晚饭 大哥还说了 一定要把你照顾好了 是吗 真假的 当然是真的了 表哥 那我还能骗你啊 我说这种点还不借过来呢 表哥 那咱走吧 还有谁啊 没有外人 还有我们家你弟妹 就咱一家人吃个晚饭 这机会多难得呀 是 那咱走吧 走 来 把这放去 一会儿有好吃的 走 尝尔 我还是队子家的 我来找庄宿 庄宿 他没在这儿啊 没在这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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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月表哥 你看菜也上了 酒也蒸了 咱们就开席吧 咱这样 咱来一个开门红 先干一个 这小北不用 干嘛拿那么大北干 表哥 您就别谦虚了 您是酒业集团的老总 你这点酒 难得着你呀 表哥 这你就不对了啊 咱是一家人 你人都来了 你还端着干什么呢 陪弟妹干一个 这态度喝不了 也不多 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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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啊 你看弟妹的 弟妹先给你走一个 好 我给你带个人 快乐 我给你带个人 那我给你带个人 能不能够 好 我爹 我爹 你不过 你 这就对了 吃菜 坐 快吃口菜 表哥 那花不能吃 吃这鱼 阿雷 周叔 听说您找我们 没有啊 我没找你们呢 开始 一样固热的夏天 渴望在心中点燃 唐微风吹开了笑脸 命运开始重新盘点 一样炽热的悟空 含水是天爱是仙 在一只泪下过后 美丽的彩虹 都挂在天边 再次站在出发的起点 就算没有人在我身边 生命旅程不管多艰险 前期我付出的每一天 你路上追逐我的梦想 执着的促进你能看见 不曾改变是我的信念 让光下的寒水 让光下的寒水为我祭奠 我就在我的夏天 我的夏天 一样的平凡 一样的渴望 我就在我的夏天 我就在我的夏天 我的夏天 一样的阳光 一样的笑脸 这就是我的夏天 耶 太好了 anya 明天 哇 已经 在这 空 空 空 光 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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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